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干嘛不和自己 你们活好了自己 我才会开心 连自己都活不好 你们能让我活好吗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啊 都是为了你啊 这话听起来很别扭 很虚伪 你干嘛要为这个家 干嘛要为我 你自己活得不开心 你能为这个家和我带来开心和愉快吗 我这都是为了国家啊 屁话 你干嘛不为自己 难道没有你 国家就消失 国家消失 全球大同 不更好吗 我们放眼世界 人们历来歌颂那些为别人而活着的人 因此 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和欺诈 人人活得不真实 在一个虚伪不真实的社会里 创造不出开心快乐 自由幸福的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 这个世界没有完全为他人而活着的人 越是口头上高喊着 我这都是为你好的人 越是掩盖着极端的自私自利 每一位父母生儿养女 绝对不是为了儿女 完全是为了自己 照顾儿女 抚养儿女 给儿女创造条件 接受最好的教育 表面上是为儿女 实质上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满足自己做父母的欲望 是为了从儿女身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夫妻之间不论多么恩爱 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 有没有完全为妻子活着的丈夫 有没有完全为丈夫活着的妻子 当然没有 有没有完全为人民活着的帝王 总统 主席 当然没有 为了获得人民的好感 为了江山的稳固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不得不为人民 越是为了人民自己获得的越多 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彼此心照不宣 当一个人说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 完全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时候 就是在欺骗 愚弄大众 就是在图谋控制大众 就是在对大众进行精神和心灵的虐待 就是在通过情感的方式 给大众增加精神和心灵的包袱 就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们观察大自然 会获得这样一个启示 那就是 每个生命要活好自己 活出自己 唯有如此 大千世界才多姿多彩 精彩分成 每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活着 为自己负责 只有当一个人活出自己 先把自己活好 活出自己的天性 活出自己的风采 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负责的时候 整个人类才能进入和谐状态 整个人类社会才会有序 才会祥和 才会温馨 只有为自己负责的人 才会为他人负责 只有为自己活着的人 才会尊重他人 理解他人 体调他人 只有活好自己的人 才会给他人带来 开心 快乐 自由 幸福 如果 人人都为他人活着 都为他人负责的时候 整个人类就将混乱无序 痛苦不堪 也许有人会问 提倡 人人为自己而活 人人为自己负责 这会不会导致社会的无序混乱 事实胜于雄变 生命禅院创办的生命绿洲新生活模式 近百人生活在一起 人人不操别人的心 不管别人的事 人不求我勿助之 人若求我急助之 九年来 生命绿洲祥和温馨 井然有序 人人开心 个个自由 犹如生活在天堂一样 因此 生命禅院导游雪峰在新时代人类八百理念第三版中指出 在已经到来的生命禅院时代 要让每个人都活好 要让老人孩子活好 要让光寡孤独者活好 要让残疾人士活好 要让老百姓活好 要让总统们活好 要让有钱人活好 要让监狱里的囚犯们活好 要让家畜家勤野生动物们活好 人要造福 就先活好自己 活出自己 人要造孽 就先为别人活 一切为了别人吧 Homagemご神様 我们是在知道一点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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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移民 想一切 人 Berry幸福 受灵人有些计不幸